三观正直一把尺,扎扎实实讲历史,我是李正,欢迎来到正直讲史 我们今天要讲的人是我个人心目中的乾隆朝第一勇将,多拉尔海兰茶 那乾隆一生执政63年,号称实权武功,名将辈出 而当我们把这些乾隆朝的名将们放在一起时 如果要问这其中谁打仗最厉害,指挥千军万马,功必克,战必胜 那我们可能也许会纠结一下,不好说谁是最厉害的那一个 可假如我们不问指挥作战,只问谁的个人战斗力最强 谁在战场上最为凶猛,那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海兰茶,包括乾隆他自己也评价海兰茶是叫攻使贯虎奔之列 就众多勇士当中海兰茶的骑射功夫是最好的 并且还在之后说,叫乘我武于十权 意思说,假如没有海兰茶,那就没有朕的十权武功 那包括到最后海兰茶去世时,张总也是亲自给海兰茶写了近500字的祭祀碑文的 于是问题来了,就是海兰茶他既不是皇亲国戚,也不是什么贵族二代 他就是一个普通百姓家的孩子 那么他这一辈子到底是都做过些什么,才会被乾隆如此看重呢 我们本期视频就将分为贫寒凄苦的木工,恩重身轻的奔赴于永贯天下的落幕 三个阶段来讲述乾隆朝一等超勇工海兰茶 他波澜壮阔又刚毅艰着的一生 首先第一阶段叫贫寒凄苦的木工 海兰茶大约出生于1739年,乾隆四年,姓多拉尔 这里面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海兰茶他既不是满族人,也不是汉族人 他是索伦人,也就是今天我国厄温克族的前身 而除了民族之外呢,在成长环境方面 同样是身为乾隆朝的名将 海兰茶他比起皇亲国戚的富衡富康安父子 以及尚书之子的阿贵 海兰茶他的出生,那可就要贫苦悲惨的多了 像海兰茶他爸爸叫登图 就是呼伦贝尔当地的一个普通兵丁 没有任何官邪军邪之类的东西 而且更要命的是,就在海兰茶出生后不久 他爸爸登图就去世了 所以史书记载海兰茶的童年生活是叫 海兰茶又为人私募 就是说海兰茶他小时候是靠给别人放物为生的 就是个寄人篱下的放牛娃 很惨的 然后关于海兰茶的童年呢 在厄温克族内部还有一个流传至今的传说 就是说海兰茶他小时候啊 其实是和他妈妈一起到乡下去给一个叫金秀莲的汉人家里去放牛挤奶的 而这段母子相依为命的日子呢 也没过多久 海兰茶他妈妈就也因病去世了 等于小海兰茶他是在连十岁都不到的时候 放在今天最多也就是一个刚上小学的阶段吧 他就成为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接着是他的东家就那个叫金秀莲的 看着海兰茶确实太可怜了 才把他介绍到城里的一家诸事商号 去给人家当车夫去了 就想着你在城里怎么也会比乡下过得好一点吗 那我们说厄温克族的这段野史传说的真实度有多少呢 我觉得可信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因为史书里的确提到过这么一句话 叫海兰茶威史 常为流人朱姓遇货车往来奉天吉林间 就是说海兰茶他十几岁的时候啊 是真的给过一家朱姓商人赶马车的 那我们说这个时候的海兰茶 他顶多也就是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孩嘛 就得常年累月的赶车往返于呼伦贝尔 沈阳还有吉林之间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这一路上注定就是会有很多危险的 不管是来自于人类的抢劫 还是来自于动物的袭击 那在古代都是无法避免的 不过好在海兰茶在少年时期 他不但挺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而且还就在这一过程当中 练就了一身粘弓射箭的好武艺 史书记载叫海兰茶生有疏力 善射重者折死 就是说海兰茶天生力气特别大 射箭奇准无比 而且考虑到说他能一箭把人给射死 可见海兰茶他从小用的 就应该是那种叫重弓重箭 因为你箭太轻 它的那个冲击力就不够嘛 而海兰茶他的这份往返于 东北和呼伦贝尔之间的送货工作 他是一直干到了17岁 才突然迎来了一次人生的转机 当时是乾隆20年 因为准嘎尔爆发了内讧 所以张总就决定要把握住机会 一举荡平准嘎尔 接着张总就派人到呼伦贝尔征兵去了 而且点名要索伦人 因为当年索伦人好战能打的这件事 是从满清入关前就已经名声在外了 接着那就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海兰茶被强行征召入伍 当了一名普通士兵 甚至当时17岁的这个海兰茶 他连普通士兵都算不上 史书记来叫乾隆20年 海兰茶以库图勒从征种干 而库图勒者一言控马奴也 意思说海兰茶他当时就是个给别人牵马的奴夫 毕竟你最穷还父母双亡 没背景 你不当控马奴 谁当控马奴呢 然而很快一场意外的发生 就让海兰茶用自己的武艺震惊了当时军营里的所有人 那这件事呢是发生在乾隆22年 也就是平准战争的第三年 当时是清军已经基本上就取得了这场平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了 不过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偏差 就是在战争的收官阶段 准嘎尔方面有一员大将叫巴雅尔 眼看形势不对 居然就找准机会成功的领着残兵逃跑了 接着呢清军就这个漫山遍野的去追 然后好巧不巧 这个巴雅尔逃跑的时候 就鬼使神差的被当时年仅19岁的海兰茶给堵住了 那当时巴雅尔一看海兰茶穿的这个衣服 那就是个普通士兵啊 于是巴雅尔就准备拈弓搭建一箭射死海兰茶 结果史书记载叫 海兰茶追击之 巴雅尔故善射 就巴雅尔在遇见海兰茶之前 那也曾经是个射箭的好手啊 可最终巴雅尔的结局是叫 方尹弓海兰茶 飞逝重其走 而颠服已救 意思说 巴雅尔的弓弦还没搭好呢 就被海兰茶一箭给射下来 升秦了 那我的天哪 这等于是小兵秦大将啊 那当时19岁的海兰茶 这个名声一下就传出去了 而远在京城的秦龙呢 收到军报 也是开心的不得了 说哎 你看看 这准盖尔的大将 还不如我大清的一员小兵啊 于是正在信头上的张总 就一下给海兰茶连续送出了 三个封赏 第一 神官 将海兰茶由控马奴 直接升为了正无品的 三等御前侍卫 哎 就你以后就别再前线了 你到镇子身边来 然后第二呢 叫赐海兰茶巴吐鲁封号 名为俄尔克巴吐鲁 意思是雄壮的武士 接着第三张总下令 说要给海兰茶画像 就紫光阁的那个功臣图 必须给这个海兰茶 也来画一幅 那要知道 当时张总在紫光阁 一共就只安排了50幅画像 海兰茶排第46名 而且除了他是个小兵之外 人家别人就全都是什么将军军官之类的 那么随着乾隆的三个封赏 相继到位之后 我相信海兰茶他在那一刻 一定会非常感慨的 就说啊 原来这就是被皇上一见三连的快乐吗 那这一年是乾隆22年 海兰茶19岁 在挥别了他人生前17年的风霜雨雪之后 他也终于从一个呼伦贝尔的劳苦车夫 摇身一变成了北京城皇家的御前侍卫了 然而对于海兰茶他漫长的军旅生涯而言 这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也由此来到海兰茶人生的第二阶段 叫恩重身轻的奔赴 说起来海兰茶他对于乾隆的恩语 那是非常感激的 毕竟乾隆比海兰茶大了28岁 他们俩就属于阁代人了 因此对于海兰茶这样一个自幼父母双亡的孤儿来讲 如果说父母是给予他生命的人 那乾隆就是改变他一生的贵人 因为乾隆对海兰茶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像乾隆22年 张总在酌升海兰茶为三等侍卫之后 他是把海兰茶留在自己身边整整十年的 而在这十年之间 乾隆不但把海兰茶的官职连升六级 从一个正五品的三等侍卫 升到了正二品的一等侍卫 甚至还因为当时清朝有规定 说只有上三旗的人才能出任一等侍卫 于是乾隆还连带着把海兰茶给抬齐了 而且还直接抬入了满洲相皇旗 是当时清朝地位最高的侍卫 而除了升官和抬齐之外 乾隆甚至还额外专门给了海兰茶两个侍卫爵位 史书记载叫 那其实我们直到今天都无法准确解释 就是乾隆他为什么会对海兰茶这么好 因为就在海兰茶这十年御前侍卫时期 海兰茶他在历史上的记载几乎就是一片空白 唯一能找到的蛛丝马迹就只有一件事 就是说有一年乾隆带着海兰茶一起去木兰围猎时 现场突然窜进来两只老虎 然后海兰茶是在剑袋里只有三只剑的情况下 迎上去了啪啪连射两剑 直接就把两只老虎全给戳死了 史书记载叫 海兰茶随受木兰 二虎溢入围海兰茶 囊三室从发二 一只就全给射死了 众差为神勇 那我们只能说海兰茶这个战斗力那真是牛 可我们如果说乾隆对海兰茶的恩欲和封赏 只是出于对海兰茶武艺的欣赏 就多少又觉得单薄了一些 不过无论如何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 就是海兰茶他一定是对乾隆有着强烈的报恩心态 以至于此后他在自己参与的历次战争当中 始终都有一种舍生忘死的勇猛 像海兰茶他后来第一次上战场是乾隆32年的清缅战争 那一年海兰茶是29岁 那说起来这场清缅战争准确来说 其实是从乾隆30年开打的 等到海兰茶上前线的时候 清军就已经损兵折将连续输了两年了 就第一次清缅战争 第二次清缅战争其实都输了 再打就是第三次了 所以当海兰茶被派往前线时 他是非常渴望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改变战局的 但有一个客观的现实 就是海兰茶他此前除了当过小兵 就是当过侍卫 他是没有指挥经验的 所以当海兰茶刚到缅甸时 他的军型并不高 史书记载叫海兰茶以记名副都统从征缅甸 等于海兰茶他就是个挂名的 实际上他的职位应该就是一个侍卫领队 像我后来顺着青石路捋了一下 这个海兰茶他在清缅战争里 他的实际带命人数应该就只有三百人左右 是非常少的 结果海兰茶可能想的是人少怎么了 人少就不能打仗了吗 于是当我们翻开史书后会看见 海兰茶刚一到缅甸就迅速打出了一波惊人的战绩 叫海兰茶率清济先驱 咱们的海队长刚一到就带着人就先冲了 接着就叫制汉塔御贼 一三人扶七人 就等于是海兰茶他到了缅甸的第一仗 就是短兵相接 然后杀了三个捉了七个 这看着其实还在一个正常的理解范围之内 可紧接着第二仗就开始逐渐离谱了 叫海兰茶碎公老官屯国二百 意思说海兰茶他一共带着三百个人 然后愣是杀死了对面二百人 因为所谓的国就是只杀完了把敌人的左耳给割下来了 这个好拿回去暴军功 那这个第二仗我感觉就已经有点离谱了 而紧接着到了第三仗就更离谱了 叫射服奸贼四百 那就当我们感慨海兰茶的作战英勇凶猛的时候 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海兰茶他个人领队的英勇 有没有改变当时清军整体的被动局面呢 答案是没有 像当时是乾隆32年 清军是兵分两路进攻缅甸的 当时承担主力任务的北陆军是由复衡的亲侄子明锐领兵指挥的 而海兰茶他所在的南陆军呢 则是由参赞大臣俄勒登俄领兵的 可谁也没想到就海兰茶的这个领导俄勒登俄 那打起仗来真是奇从无比 而且做事是匪夷所思 就是当时他带着海兰茶去打缅甸老关屯一时没打下来之后啊 他就担心自己会被这个缅军包围 然后俄勒登俄他就带着他那一路清军就直接撤了 一路跑回了云南 然后他这一跑呢 那就直接是把明锐那北陆军一万多最精锐的清军 全都扔进缅军的包围圈里了 那这个消息传到京师 乾隆立刻就急了 说这个下令让俄勒登俄出兵 然后俄勒登俄呢 就抗旨按兵不动 最后海兰茶在旁边看不下去也急了 说老大你要是不想去给我兵 我去就行吗 结果史书就记载叫 时将军明锐北陆时深入梁进 却退 寇献木帮官军后路断 海兰茶请往远 俄勒登俄不许 等于海兰茶他想去就 但俄勒登俄就是死活不达 不给你兵 你自己再想去 没用 最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明锐在缅军的重重包围下 壮烈战死了 而俄勒登俄呢 也被暴怒的张总下旨凌迟了 那清军同缅军的第三次交手 就这样再次以失败告终了 海兰茶他个人的勇武 终究是没能扭转整个战局的 而如果说在整个清缅战争当中 清军的第三次进攻的失败 是因为主将的无能 那么第四次战役的失败 那就真有点天命难违的意思 当时是乾隆34年 张总在连书三场的情况下 就已经是煞红了眼了 最后他是把富航阿里广阿贵 这些他能掏出来的名将 全都派往缅甸前向 而这一回的进攻中 海兰茶他依然是个人发挥很出色 不管是夹九江之战 还是西伯之意 海兰茶他在战场上 那都是暴杀缅军的 可最后清军赢了吗 还是没赢 因为缅甸的热带气候 实在真的是太恶劣了 清军的这些士兵们完全不适应 到乾隆34年年底的时候 军营的士兵们就因为水土不服 导致瘟疫盛行 大量的清军 他是没有死在战场上 反而是死在了瘟疫中的 三万多清军 在年初时赶赴前线 到年底时就已经病死多一半了 甚至到最后 连富江江阿里滚都病死在军营里了 主帅富衡呢 也是身染重疾 上吐下泄难以为继 最终就是在这样的一片狼藉之中 清军无奈接受了缅甸的投降请求 因为他也打不动了嘛 双方这才握手言和 而一心报效乾隆的海澜茶呢 尽管他个人在清点战场上十分努力 但他到最后也是没能听到清军胜利的号角 不过很快就又有了一片新的战场 来让海澜茶大展拳脚了 这就是乾隆36年的二平金川 只不过比起在清冕战场上 那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失败 海澜茶在二平金川的战场上 就多少是有一些先苦后甜的意思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像当时四川的大小金川地区叛乱时 乾隆最开始是安排了一西一南 两路大军负责进攻的 其中承担主力任务的西路军 是由大学士温福指挥的 而负责辅助的南路军 则是由阿贵指挥的 那这里从兵力的分配上就很明显 乾隆他是想培养温福 成为新一代军事领头人的 所以海澜茶他刚入川的时候 也是被乾隆专门安排到了温福的军营里 那我们得说 十年34岁的海澜茶 到了金川的战场上 那依然是非常争气的 毕竟他这是终于迎来了新机会 接着我们就看到当时海澜茶 他在西路军的表现 据记载是叫海澜茶治则夺 宫嘎山梁遂策 先鹿顶宗 赴马爵 崔鸟鸣郭宗 就这些名字 那都是当时小金川最难啃的要塞 结果就被海澜茶一个人领兵 通通捶报 于是当时西路军是很快就 荡平了小金川全境的 而收到奏傲的乾隆 也很开心 就正式升海澜茶 当了军中的参赞大臣 也就是所谓的前线军事的参谋长 而就当金川战场上的一切 都看起来顺风顺水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就是海澜茶 他的第二任顶头上司 温福开始得意忘形了 就明明刚刚评定完小金川 旁边还有一个地形更加复杂 难度系数要高出好几个层级的 大金川还没打呢 这个时候 结果温福他就愣生生的半场开香槟 觉得小金川既然搞定了 那大金川更是值得可待 接着温福居然就开始 整日礼带着人提前喝酒庆功了 史书记载叫 温福刚愎自用 为功在旦夕 日志就高会 那海澜茶站在旁边 看着就受不了了 着急啊 说老大你干嘛呢 这个是战场啊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 那像当时海澜茶就劝温福说 师劳已当成奸出奇以取胜 不然寇将成我 身为大将不此之物 而日誓艳乐 非夫也 就咱们劳师远征啊 好不容易刚取得一点成绩 正是出奇至胜的好机会 您身为主将 如今不想着怎么扩大战果 就在这光想着怎么吃喝玩乐 那最后是要捅楼子的 那么说海澜茶这提醒的 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可结果这温福当领导的 听完一下就不高兴了 就拂袖而去 不搭理海澜茶了 那我估计海澜茶这个时候 内心一定是极度崩溃的 就从缅甸到金川 就我这个职业生涯的初期 怎么遇见都是类似于 俄勒登俄还有温福的 这种弱智领导 不过我们还是得佩服海澜茶 就是不管他遇到的上司 是多么的这个智障 海澜茶他对于自己 职责范围内的事 那处理的都还是相当漂亮的 像当时就在温福 每天都在飘飘然的时候 海澜茶则是继续领兵出去 打扫战场 进攻一些残留的敌军雕宝 然而就在海澜茶 领兵在外的时候 那场我们无比熟悉的意外发生了 就是木果木战役爆发了 金军突袭了温福的大本营 那当时海澜茶在收到消息后 也是这个第一时间回远 只不过尽管海澜茶回来的很快 但当时的木果木 就已经是一片狼藉了 整个西路军全都被敌人给彻底打散了 危急时刻 据海澜茶自己的说法是 他当时是 急行会同将军温福 一面抚卫未离散之兵 一面收回离散之兵 半数 那就这已经是海澜茶 他当时能够做出的最优界了 而且海澜茶他当时也真的是不计前嫌 直接冲进了大本营 见到了温福的最后一面 只可惜他们俩当时刚会合 金川军就又涌上来了 然后海澜茶还挺胸上前保护了温福 结果到最后邪门是冲锋带前和敌人决战的海澜茶没事 反倒是躲在后面的温福被金川军乱枪给击毙了 史书记来叫忽悠贼千语直犯温福 海澜茶迎上敖战 而温福胸左 着枪迅捷 贼众急入大营放火 最终大营没守住 木果木战役彻底失败 海澜茶只得带兵一路回撤 但我们说海澜茶他当时的思路依然是非常清醒 他是且战且退 一边收拾残兵 一边派人去打通了和南陆军阿贵的联系 最后是一直退到日龙 就是当时清军的一个据点的名字 才算相对稳住了大军 没有让形势更加恶化 所以我们说木果木直败 那真的是非常凶险的一战 到最后统计下来 清军在木果木战役中 无论是阵亡人数还是物资损失 都是创了乾隆执政以来的 单次战役的最高纪录 但这其实已经是海澜茶竭力挽回的结果了 我们很难想象 假如当时的前线没有海澜茶 最后的西路军到底会崩盘成个什么鬼样子 然而就是在这种危难的局面之下 海澜茶终于等来了继乾隆之后 又一个影响了他一生的人 张家阿贵 我们也就此来到了海澜茶人生 最灿烂的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 叫永贯天下的落幕 如果说在遇见阿贵之前 海澜茶他的军事生涯 总有着一种个体很强 整体不行的憋屈的话 那么在遇见阿贵之后 海澜茶才算是真正彻底释放了自己的才华 他也真正感受到了在战场上的那种淋漓尽致的爽快感 当时的情况是 随着木果木的失败和温服的战死 乾隆为了挽救危局 便正式任命了前南陆军主帅 十年六十三岁的老将阿贵 为征战金川的清军前线总指挥 全权负责二平金川的一切事务 并且张总当时还在朝堂上公开表示过一句话 叫只需阿贵与海澜茶的会合大局极定 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中卫成功 别看木果木输了 但只要阿贵和海澜茶会合了 那这场战争打到最后 赢的一定就还会是我们 那这一年是乾隆38年 海澜茶35岁 而等到海澜茶与阿贵两个人正式见面之后 那真的就真是一拍即合 打起仗来非常默契 至于这对新的上下级组合为什么这么投缘呢 我总结了一下 可能有三点原因 第一是因为阿贵他身为领导 那是非常有人格魅力的 史书记载叫阿贵旅将大军 知人善认识 诸将有战绩 或以术语 或赖就识 其人辙 感激 笑死 终其身 就这个领导看着就让人喜欢 其次呢 第二点则是因为啊 这个阿贵和海澜茶这两个人的军事思路 是高度一致的 像阿贵他打仗是喜欢出骑兵 各种雨战夜战绕后偷袭层出不穷 而海澜茶呢 也是一样 史书记载叫 海超永宫 美誉战阵 兵技皆 宫乃 必衣不茂 逞其 绕自贼队后 观其侠 可成者 然后 集兵 攻之 就这俩人打仗 都是喜欢那种动脑子出骑兵的 最后 这两个人一拍即合的第三点呢 就是阿贵他应该真的是非常欣赏和信任海澜茶的 像阿贵他应该是早在清免战争时啊 就跟海澜茶是有过接触的 只不过那个时候阿贵他不是总负责人嘛 而等到二平金川时啊 阿贵能说了算了 海澜茶他的带兵人数就一下子猛涨到了八千人 那这对于打仗历来讲究贵精不贵多的清军而言 海澜茶这就真的是肥的不得了了 而最终在阿贵的全盘指挥和海澜茶的英勇作战下 这两个人真的是打出了不少漂亮仗 尤其是史书的各种记录中 海澜茶他在当时的金川战场上都是有些神出鬼没的意思 像《青石稿》当中 关于海澜茶在打金川的那个作战情况 就有过这样的一串记载 叫 真的就海澜茶的这些军事行动我们都不需要翻译 隔着古文就能够感受到海澜茶他当时在金川地区 到底是有多么的勇武和神鬼莫测 那真是把大小金川全都给打梦了 尤其是其中有一场打这个喇嘛拉姆山碉堡的那个战役 那更是能看出来海澜茶的勇武和水平了 当时那个山上的这个碉堡啊 地势比较险 清军从下养工打不上去 海澜茶就说 没事 我带着人从夜里的峭壁爬上去 直接凿海就好了 史书记载叫 石海澜茶等 所带各兵先于半夜月初之前鱼冠而上 不但并无人生 并将火绳藏起 从石壁陡划处 官兵手足攀附而进 埋伏碉旁 黎明一涌而登 砍开碉门 跃入碉内 将贼众尽行杀死 那真是天蒙蒙亮 金川士兵刚一睁眼 一把大刀顺着眼前就活披下来了 最终是 以乾隆38年6月 木国木兵败为起点 直到乾隆41年正月 一共是历时两年半 阿贵和海澜茶才算是终于彻底平定了大小金川 而这也成了海澜茶他自乾隆32年踏上缅甸战场之后 整整十年他第一次感受到在战场上取得完全胜利 到底是怎样一种喜悦于感觉 那这一年海澜茶是38岁 而等到胜利的喜讯传到京城之后 张总对于海澜茶的封赏 也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先是在官职上升海澜茶当了正义品的领事位内大臣 接着又在爵位上 封海澜茶当了一等超勇猴 并且还让海澜茶第二次上榜紫光阁功臣像 只不过比起20年前 升秦巴雅尔只排名46位的那个19岁的小兵 如今的海澜茶已经是在紫光阁上高居第八名的名副其实的超勇猴爷了 然而我们说贵为一等超勇猴的海澜茶 他在此后的军事生涯当中 是否就是一直生猛下去一帆风顺了呢 那倒也没有 其中还是起了一些小波澜的 只不过这事跟海澜茶本人关系不大 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是发生在平定金川的五年后 乾隆46年 甘肃爆发了苏43反清起义 然后当时军情如火 眼看着起义军就要打进兰州了 乾隆就急掉海澜茶 火速带着京城的绿舰营到甘肃去评判了 那海澜茶还是老样子嘛 到了前线就直接暴揍了苏43一顿 结果海澜茶这边仗打得好好了 乾隆呢就有点担心 他可能是觉得海澜茶虽然能打 但是为人呢平常有些高傲脾气也太火爆了 然后汉语呢也一般 怕只有他一个人在前面领头啊 不利于军前团结 于是张总呢就又准备派俩人过去督军 那当时张总的原计划是派阿贵过去当主帅 然后让和珅过去当副手捞捞军功 结果呢当时正好赶上阿贵啊 正在黄河上治水呢 再加上徒友救急 阿贵就走得慢了一步 反倒是让和珅先行抵达了甘肃 给海澜茶当了一个月的上司 那这一个月真是把海澜茶给恶性坏了 我估计海澜茶某种程度上 看见和珅就又会想起自己多年以前 被俄勒登俄和温福支配的那种恐惧了 史书记载叫 和珅治则海澜茶等 以鸡贼胜之 就和珅刚到的时候 海澜茶本来都已经打赢了几场仗了 结果和珅一看说 不行咱们要换一个全新的战术 接着和珅就这样 叫 吉都诸将分四路进兵 海澜茶逼贼山梁奸其福 等于说和珅刚到的时候 海澜茶那还是给这个和珅面子 也是听指挥的 和珅说进攻 海澜茶就进攻 窜进山里就把起军的伏兵都给消灭了 可接下来和珅的这个操作就太拉眼睛了 真是没眼看 就当时和珅一看 这个伏兵都被海澜茶打死了 那就说下令追击 而且和珅要亲自指挥 那只可惜这个和珅 他是这个好心眼没有 坏心眼一堆 他的那个行军布阵 按记载是叫 19日和珅带领官兵打仗时 第一排系旧教土兵 第二排系陆营兵丁 第三排系驻防满兵 翻译过来就是和珅打仗时 把士兵翻成了三排 然后让回族士兵占第一排 然后让汉族占第二排 最后让满族士兵占最后一排 那你这不就是摆明了 拿这个回族和汉族的士兵当炮灰吗 怎么着 回族和汉族的士兵就不是人呢 于是等后来这个仗打起来之后 回族和汉族的士兵就立刻在军前溃散了 就我才不给你当炮灰呢 接着就这样一场 本来是飞龙起脸的必胜举 愣生生的就让和大人 指挥成了一个脸齐飞龙的送死局 打了个大败亏数 敌人没啥多少 自己这边反倒还死了个总兵 那这一仗打下来 自海兰查以下 各级将军基本上就都不愿意搭理和珅了 而这个和珅下什么命令呢 也都没人听了 因为你这个军事能力就是铁废物嘛 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啊 最后还是等这个十年65岁的老阿贵 驮着病腿 好不容易赶到甘肃了 才上奏乾隆 说抓紧把这个和珅给我弄走 而等这个和珅走了之后呢 海兰查跟阿贵这对老搭档 那就很舒服了 俩人不到俩月就平定了这场苏43起义 不过说起来 当时那个西北确实也不怎么太平 甘肃的苏43起义啊 刚平定 仅仅过了三年 就要爆发了这个陕西的石峰堡起义 而这次评判活动呢 就又成了海兰查军事生涯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因为海兰查他又迎来了一位自己带兵打上过程当中的一个新领导 就是福康安 那说起来福康安的能力肯定是很强的了 我们之前也讲过 但是福康安他和海兰查之间呢 有两个不可回避的点 就是第一 福康安他的年纪是比海兰查要小的 海兰查出生于乾隆四年 然后福康安出生于乾隆十九年 他是比海兰查要小上十五岁的 那放在清朝 海兰查要使使劲 是吧 他们俩人这个年龄差都够得上两代人了 而更关键的在于第二点 就是当初二平尖川的时候 海兰查他还是这个福康安的这个上司呢 结果现在七八年过去了 俩人的这个位置来了个翻转 变成了福康安在上 海兰查在下了 然后再加上海兰查他那个除了乾隆和阿贵 谁也不服的火爆脾气 说实话就是福康安他想管住海兰查 其实还挺难的呢 结果这个时候我们就得佩服福康安的气量 史书记载福康安对海兰查 那是叫福康安是海兰查 慎公故海兰查 致意发疏得以威灵绝育 就是福康安他虽然自己这个职位更高 又是黄青国戚 但他对海兰查就始终都是特别恭敬 那这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电视剧了 我特别喜欢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要是看过的朋友可以把剧名打在公屏上 就是那部剧里面有一句台词 我印象特别深 叫真正的高人不是自己上窜下跳 而是让你心甘情愿的为他上窜下跳 那福康安就多少有这么点意思了 很多时候他真的就是在哄着海兰查的 因此我们去对比福康安和海兰查 这两个人的性格的时候 一个宽宏秦锦 一个火爆勇猛 也真的的确是福康安更适合当帅 而海兰查更适合伪将 最终在福康安和海兰查的配合下 两个人仅用时一个月 就平定了这次陕西石峰堡起义 然而这对于福康安和海兰查 这都是在乾隆朝后期军事上的 绝对王牌组合而言 平定石峰堡这次就是行动 只能算是牛刀小事 两年后乾隆51年 台湾爆发的林爽文反清起义 才让他们俩证明了 什么叫真正的王诈组合 像我们之前讲福康安时 应该是介绍过台湾林爽文起义这事 当时的情况简单来说 就是因为台湾的官府 长期盘剥台湾当地百姓 官逼明反了 接着就爆发了一个 高达几十万人的集体反清活动 而这场活动里边 负责带头反清的这个人 就是叫林爽文 而林爽文他本人 军事指挥的水平 也确实是有了两下的 他当时带着起义军 是先后击败了台湾总兵柴大纪 福州将军衡瑞 还有闽浙总督常青 三路人马的 最后乾隆他是没办法 才调集了四万五千兵马 让福康安和海兰查 一起到台湾去解决林爽文的 这一年是乾隆52年 海兰查已经49岁了 按理说这个时候的海兰查 那已经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了 但打起仗来 依旧是生猛无比 真的就是有些猛人 那一猛就是一辈子的 像当时清军登陆台湾之后 还不太熟悉情况 于是海兰查就主动请英 带着二十个巴图鲁 去考察地形去了 原话叫海兰查登案后三日 率巴图鲁二十人 至彰化八卦山 查地势 然而就等海兰查 带着二十个巴图鲁 刚到八卦山就发现 这个齐军正在山上修建防御工事 于是海兰查当即就决定 进攻 咱们这二十几个人 打他们这群乌合之众 够了 那齐军一看也很懵 说这哥们谁呀 疯了吗 接着这帮这个修工事的齐军 就一拥而上 准备干掉海兰查 结果海兰查是拉弯弓射中箭 一箭一个接连射死了 好几个冲锋在前的 这个齐军的这个领头人 然后上下人一看不对 这人不好惹 然后就跑了 接着那个画面 就变成了海兰查 带着二十个巴图鲁 漫山遍野的去追杀 史书记载叫 贼方于山上筑卡 海兰查跃马登 贼雍智 发箭一树贼于京顿 而就在海兰查 拔得这个头筹之后 福康安也是筹划完毕 兵分四路 开始包打台湾各地 最终福康安和海兰查 俩人是在十一月 在台湾登岸的 十二月就活捉了林爽文 转年征月 就平定了台湾全境 最终等战役胜利之后 年满五十的海兰查 不但第三次登上了紫光阁画像 同时他本人的爵位 也被乾隆特别褒奖 由此前的一等超用猴 升为了二等超用功 那说起来 此时的海兰查 也是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吗 回首往事 海兰查他这过去的这三十年 西北平准南下争勉 占金川平甘肃 定陕西收台湾 真的可以称得上是 鞠躬尽瘁 戎马半生了 而当年那个 在呼伦贝尔乡下的放牛瓦 海兰查他此刻距离 在清朝为人成子 最至高无上的那个地位 一等公爵 也就只差一步之遥了 只要再来一场大仗 海兰查他就有机会 称得上是人生圆满了 那到最后 我们得说老天带海兰查不薄 乾隆56年 库尔喀侵略了我国西藏 乾隆的实权武功的最后一场 平阔战争 就此爆发 十年38岁的福康安 和53岁的海兰查 再次合作 同赴西藏 那当时库尔喀国 其实就是今天的尼泊尔的前身 只不过比起今天看起来相对较弱的尼泊尔 当年的库尔喀可就要强盛的多了 史书记载叫 《库尔喀贼匪》 即侵占临近部落三十余处 那就是一个武德充沛的国家 所以当时不管是福康安还是海兰查 在面对库尔喀军队时 都是相当谨慎 他们俩当然是在乾隆57年的二月 在拉萨会合的 然后他们俩考察分析地形 最后是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 才拟定了正式的作战方案 就是以敌人的擦目碉堡为突破口 以祭隆为决战方向 突袭库尔喀 最终是在乾隆57年5月初六的雨夜 清军正式开始行动 54岁的海兰查 也就此开启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场 巅峰之战 史书记载叫 5月6日成夜雨分五队 海兰查等居中 哲森堡等由东西山驱贼战 穆尔根堡等绕出贼背 黎明攻擦目山梁两石雕 克之勤斩二败余人 接着在刚刚打下擦目之后 海兰查就又是马不停蹄的赶赴 下一个决战地点 就禁至马嘎尔甲 济龙猿贼三百 巨山立居海兰查驱进 马仲卿 挥军奋机 尽兼之 那等于说海兰查 他一个54岁老将 当时在战场上真是 马伤了也无所谓 今儿就是命不要了 也得干翻你们这群 库尔甲贼人 最后海兰查就是 这么坚韧着 用自己的战斗意志 在青藏高原上 这么硬啃下来了一场胜利 而十年82岁的张总 在京城收到海兰查 马伤立战的消息号 也是吓了一大跳 当即就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尊护身符 解下来 让人赶赴前线 抓紧给海兰查送过去了 而且还专门下了一道圣旨 给海兰查 叫 海兰查与贼接战 马匹受伤 性未颠绝 实赖上天护佑 为之恶受前线 特赏己 行信 常配 护身佛一尊 以为诸事吉祥家兆 海兰查临阵勇往 是其素性 但身为参赞 所观慎重 以后接仗时 故当率士族 古锐值钱 然揪 加以持重 不可轻于冒险 此必当 谨遵训惠也 那可见张总就 这还是非常担心 海兰查出事的 毕竟张总这个时候 他年纪也大了 这也是80多岁的人了 而海兰查 那也是年轻时 在他身边当了 十年御前侍卫的孩子 乾隆他是一步步的 看着海兰查 从一个19岁的小孩 到如今成了一个 征战沙长 30多年的 54岁的老将子 只不过我们反过来说 就是乾隆 他对海兰查越好 海兰查 他自己脑子里想的 大概也就越是 要预报军恩吧 所以他才会在战场上 那样的舍生望死 于是清军当时 就是在福康安 和海兰查的带领之下 当时是仅用时了5天 就收复了 我国在西藏的全部师弟 同时 他俩还带领大军 在张总的一生令下 于一个月后 翻越了喜马拉雅山脉 直接奔袭了库尔卡的本土 最终是以五战四胜的战绩 直接把库尔卡从一个侵略者 打成了清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分数国 张总的实权武功就此圆满 而随着平货战争的胜利 乾隆也正式将海兰查由二等超勇共 夹封为了一等超勇共 并宣布要将海兰查的画像 第四次列于紫光阁之上 海兰查就此达到了自己的人生最巅峰 然而有时候人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身上扛着事的时候 好像身体什么都能应付 而等脑子里的那根血一松下来 整个人就好像突然就不行了 海兰查就是这样 本来一个月前 还在西藏和库尔卡战场上 殊死敖战的海兰查 结果等他从前线凯旋后 刚到京城 海兰查他的腿就突然坏了 使不上劲了 人出门的时候 甚至连马都骑不动了 那这一下就非常的难受了 因为清朝他当时有一条规定 叫武骑马文作教 在清朝身为武将 你是没有资格做轿子的 因此一个武将 他要是腿不行了 骑不了马 那出行其实是非常不方便 和尴尬难堪的 而等乾隆听说这事之后 就立刻下着说 说没有那么多规矩 超永公凭什么不能做轿子 就让超永公做轿子 朕准了 原话叫向来武臣 无成轿之力 海兰查在军前效力多年 腿有素己 酌格外失恩 赏令成轿 然而有时候 很多事情 他可能真的就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就还是那句古话 就自古名将难见白头 海兰查腿不行了 乾隆能赐轿子 可很快 海兰查他是整个人都忽然 已病不起了 乾隆是几次安排御医 就差直接让御医住在海兰查家里了 可最终就还是没能治好海兰查 那最后 英勇无敌了一辈子的海兰查 是在平阔战争得胜还朝后 仅仅三个月就在家中病逝了 中年55岁 乾隆亲次嗜好武壮 同时当年清朝还要向规定 就是武将死后 有个至高荣誉的祠堂 叫昭忠祠 而这个祠堂 按规定是指供奉战死 沙场的将军 不供奉在家逝世的官员的 而乾隆还是下指说 海兰查不一样 海兰查就哪怕是没死在战场上 他依然是最有资格 见昭忠祠的那一个 最后中乾隆一朝 整整六十年 朝中辞中 未战死沙场 却仍得以享受香火 就只有海兰查一个人的牌位 而之后十年八十三岁的张总 还亲自为海兰查写了一篇 长达五百字的祭祀碑文 不开玩笑的说 写得非常好 我给大家解一小段 乾隆当时写的祭文 原话是叫 而御前大臣 领侍卫内大臣 正白旗蒙古都统 一等超永宫 武撞海兰查 永略超伦 巴吐鲁早应荣耗 公牌续止 其都位更予示恩 而乃大莫扬威 将厄陆特王巴雅尔守攻一使 金川赞化 嘎拉伊扫血两针 兼堂毙于石峰 殿昆身于台海 清当小丑之扰边 仍赴袁术而安葬 求通热索 埋根连七战之勋 陆月拥押 齿破起同朝之命 左威灵而树止 围辱同同 竟高于直环 谁与江江 归歌于血 在车际以训齿 老枕兴霜 许坚于以悠扬 方音疲矣 何亦伦楚 御殿出班 慈列昭中 呜呼 宫使冠虎奔之列 乘我武于十全 丹青柄 灵阁之勋 徒辱行者四次 勇将更坚于伏将 百战功名 知人方足以任人 一心驾驭 年游未老 听骨皮 思将帅之臣 礼意从矣 屈文武 准贤良之报 心资奠绝 为耳英灵 随之急诏 以耳后昆 好了 那关于海兰茶的故事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那说实话 到了2023年 我其实是想尽量把人物 他们的这些故事 都尽量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 可海兰茶 他这一生 从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到一个军前效力的控马奴 再到他后来 小兵秦大将 木兰射二虎 接着又通过一场又一场 大战中舍生忘死的战斗 到最后绝风一等超勇工的时候 我实在是改来改去 就觉得海兰茶他这一辈子 哪里我都舍不得删 所以最后还是做成了一期 应该又是40多分钟的视频了 尤其到最后 说句心里话 就是海兰茶他这一辈子 因为经历的战争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真的讲的时候 都在担心 因为战争的反复出现 会让大家感觉到疲劳 看不到最后 那不知道就讲到现在这个时候 还有多少小伙伴能够一直看到最后 假如大家看到了最后的话 我们就还是像去年很多视频时候那一样 最后在公屏上 我们一起来发个弹幕 打个招呼吧 那也希望看到最后 感觉还不错的小伙伴们 能给up主来个一键三连 这是对我更新视频的最大鼓励 感谢感谢 那我们下期要讲的应该是 我在乾隆朝准备讲的最后一个武将了 大家可以猜猜 他是谁 关注我 每期为大家讲一期历史故事 三观证值一把尺 扎扎实实讲历史 我是今年要讲完 五十期的李正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